欢迎回到全球进行室 继续带大家来关注的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比较了全球新生儿的婴儿死亡率 结果发现每年大约有260万名的婴儿 在出生后的一个月内就死亡了 100万人更在出生的第一天就夭折 其中巴基斯坦的婴儿死亡率最高 每22个新生儿有一人死亡 而原因大多是孕妇缺乏营养 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的一家医院 在这里能够平安出生侥幸活下来 孕气已经算不错 因为根据联合国统计 这个国家新生儿死亡率为千分之四十五 也就是说每22个新生儿之中有一人死亡 全球最高 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 全球新生儿出生风险 最高的地区是巴基斯坦所在的南亚 和沙哈拉以南的非洲 而这五个国家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 尼日 刚果和伊索比亚 就占新生儿死亡总数的一半 因为贫穷 战争冲突和医疗水准低落 这些国家的孕妇在分娩期间几乎不太可能获得援助 但全球超过八成婴儿夭折是因为生产后出现并发症或是感染肺炎 只要有医护人员在场协助 以及有干净的水和消毒剂 这些宝宝是可以活下来的 都说人 生额平等 但你无法选择出生地 比起富裕地区的孩子 在贫困国家出生的小孩 完全输在起跑点上 在日本每一千名婴儿中只有0.9人夭折 可以说是孩子的快乐天堂 但有天堂就有地狱 这里是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贫民窟 一群小孩在垃圾堆里头玩跳高 这个才13岁的小女孩叫美美 但已经怀孕过并且流产了两次 最后她的孩子夭折了 像这样小孩怀小孩的事情 在这个地区很常见 当然这些孩子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 更别说是照顾婴儿了 为了一口饭 但她才13岁 未来的十多年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改变 她会继续怀孕 有的孩子可能生下来 但有些可能会夭折 这里成了婴儿工厂 贫困就这么世袭下去 TV便是新闻 综合报道 继续还要来抢救大象 为了取得象牙 您知道吗 根据统计 每15分钟就有一头非洲大象 惨遭猎杀 为了抢救非洲大象 美国有科学家利用DNA 来追踪象牙的来源 帮助国际动物保护组织 跟警察 有更具体的线索 来追气盗猎者 在非洲每15分钟 就有一头大象 被非法猎杀 非洲象在地球上 已经存在了150万年 西元1500年时 大约有2600万只非洲象 遍及全非洲大陆 但现在大象的数量 只剩下2% 约莫只有50万只 您能想象未来 大象跟恐龙一样 完全消失在我们的地球上吗 为了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从1989年开始 各国签署了 禁止猎杀 以及交易象牙的协定 但沙头的生意 有人做 一只象牙 在黑市交易 可以卖到4000美元 为了钱 很多人 铤而走险 于是 华盛顿大学的 生物保育中心 透过大象的DNA 发明了一种 追气盗猎者的方法 研究人员精确描绘出 整个非洲大陆 所有大象族群的分布图 科学家在利用这个分布图 和象牙里的DNA 进行比对 追踪非法走私 象牙的源头 因为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崛起 他们把象牙制品当作奢侈品 需求大幅度提升 2013年到2014年 象牙的价格在中国大陆 飙升三倍 他们用合法掩护非法 谎称这些象牙是来自库存品 而国际不法分子 包括恐怖组织 也透过象牙交易 来取得恐怖活动的经费 几乎每个近处的 African conflict 都被编辱了金钱 但它可以被停止了 是的 这些都是可以阻止的 已经有国家正在做 Tenya 烧了超过100吋 这整个浪漫的事件 使用金钱的价格 从2013年到2013年 到2013年 2017年香港世界最大的 象牙交易市场关闭 虽然盗猎的情况还是存在 但大象的生存 在各国政府 还有组织的努力之下 出现了曙光 根据2016年最新的资料显示 非洲大象棲息地的象群数量 已经开始回升 TBBS新闻 综合报道 这就是要来关心的是 全球暖化的问题 现在也逐步威胁到北极了 每到夏天 北冰洋冰盖缩小 出现了贯穿欧亚的航道 北极圈里因此越来越热闹 包括了俄国 美国跟加拿大等国都看好了北极商圈 积极地到这边 积极地展开石油 以及天然气的探勘 俄国更是大动作地宣示 北极领地的主权 上演一场极地的争夺战 而最倒霉的 那就是北极绣文 北极荣冰正在加速中 比一比就知道 这就是在1984年秋天的海岸 在1984年中 再次回到32年 这就是这个 2016年秋天 神秘的北极因为气候变迁 出现荣冰大灾难 严重冲击全球生态 但对于周边国家而言 这可是绝佳的大好时机 俄罗斯人从古至今 就有征服北极的梦想 如今占地利之变急于在北极卡位 2007年俄国在北极海床上插上国旗 宣誓海域主权 在北极圈看见新的商机和挑战 北极冰层融结打开新的航道 意味着储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藏 开采有望 大量为开采的能量 欧美国家也想分一杯羹 北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俄国是北极地区的最大实力 频频大动作宣示主权 现在败全球暖化之次 北极圈内的石油天然气钻探 和科学探勘行动开始活跃 被视为梦幻航道的北极航道 已经成正每年夏天可以航行的天数 逐渐增加2017年甚至有俄罗斯游轮 在没有破冰船的引导下 一路往东航行到太平洋 如此有竞争力的新航路 再加上潜在天然资源 渴望促成还北极经济圈的兴起 范围涵盖北美北欧俄罗斯 大幅改变全球地缘政治局势 自首可热的北冰羊各国都在觊觎 气候变迁下的北极有赢家也有输家 北极熊就注定是输家 北极海冰面积一再创下历史新低 依靠海冰寻找猎物的各种野生动物 沦为气候难民 北冰羊海底也逃不过人类烂捕的摧残 曾经冰封的净土如今是一块人人垂涎的大肥肉 经济战略利益艰巨的北极 俨然成为下一个资源争夺战场 气候变迁的背后 极地争霸战悄悄开打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